侵权法其中一种常见的民事侵权行为是防扰 防扰主要分为私人防扰或公众防扰 私人防扰是指非法干扰他人享受他的土地的权利 属防害私人利益或权利的行为 较常见的例子是防外邻居享用他的物业 包括单位、浸水、冷气机滴水或者噪音等等 法庭在考虑被告人的行为有没有构成私人防扰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行为本身,也会考虑其他因素 例如,被告人是不是心怀恶意 防扰行为的持续性和严重性等等 公众防扰是指行为上危害到公众的生命、安全、健康、舒适 或者妨碍公众使用公共设施的权利 假如常见的例子包括对水和空气的污染 在街上连车坦荡或者非法泊车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ma, garmin眼、抵辑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